天庭之上 一群仙女 正在叽叽喳喳地嬉闹 这时 走来一个不太轻盈身姿妙慢的小老妹 没错 这个满脸桃花的老妹正是荷花仙子 她现在要去荷花池采荷花 花朵长得鲜艳了 彩蜜的蜜蜂就会多 瞅见这个举其未定的吕洞宾美 一看见踏云而过的荷花仙子 那是直接飘过去进行搭讪 剩余六仙一看这祸老毛病又犯了 那也是开始各种吐槽 但是架不住老李脸皮后啊 花花 你要去哪里啊 荷花池可是王母娘娘的劲敌啊 你去那里干什么呀 当然是为筹备盘桃会之事 可是筹备盘桃会 为啥要去荷花池呢 我要到荷花池在荷花做药酒 盘桃会之时献给王母 反正吕洞宾 那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尬聊 不跟你聊了 我要先走了 再聊一会儿 我要走了 何花姑娘我们再聊一会儿 我真的要走 刚摆脱了吕洞宾 这部又招来了传话仙将 咱也不知道这些神仙脸皮咋嫩厚 刚出场就给人家来个爱的魔力转圈圈 仙子你让我等得好苦 你就别踩荷花了 跟我聊一会儿呗 就在此时王母娘娘出现了 大胆 荷花池禁地不许你们再闹 我已经给你们打过预防针 你们再次冒犯天规和之罪 荷花仙子我将你撇下凡间 你心里服不服 传话仙将可是真爱啊 我不服 花花没罪 是我擅闯禁地 要罚就罚我 王母大贺 你当然也要受罚 说吧 便施罚给传话仙将 扁出了一对扑上扑上的大耳朵 收拾完传话仙将 又是一个施法 修了一下 就把荷花仙子打下了凡间 传话仙将 歇斯底里地大叫着花花 继而将矛头对准了王母娘娘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们 说吧 就想和王母娘娘过两招 结果 二郎神窜了出来 大胆天将 竟敢冒犯娘娘 此时的传话仙将 才不管你是谁呢 阻挡我为爱献身 我就必须要干你 你还别说 传话仙将 法力高强 竟然能和二郎神打得 如骄似漆 难分难受 站住 传话仙将 不要再跑了 你一定在进这地方 这么功力尽失 永远不能成为神仙了 没有功力 无作神仙又能处 你不要进脚 不止是法脚 最后传话仙将 一猛子扎到了凡间 他要寻找真爱 他要寻找荷花仙子 转眼 十七天之后 天官为王母娘娘 发明了一张八仙桌 你以为这是一张普通的桌子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他可是有能功巧匠 用南海神龙墓 费时七七四十九日 所打造而成 其功能不仅贴心书信 让伞仙不在盘地 而做着梁感冒 而且他还能节约美食 按照天官的说法是 过去用几案 一人一张是粪餐 要是八菜一汤就吃不了 如果用八仙桌 八个人吃八个菜 每人八样 这样不仅菜量少了 而且每样菜 都能吃上两口 王母娘娘唉声叹气 倒是这七仙 坐不满八仙桌 我看你怎么办 天官思绪片刻 王母何不在人间 再点画一人 凑成八仙呢 王母娘娘 感觉此话有理 荷花仙子夏凡有几日了 已经十七天了 按照凡间的换算 刚好十七年 也已长大成人了 王母娘娘赶紧询问 各位仙家 你们谁愿意夏凡 去寻找荷花 点画其成仙 凑成八仙呢 小仙愿意前往 王母娘娘瞅了 丑吕洞宾 汉中里 你是七仙中 德高望重的 铁拐里 你一向极恶如仇 你们二人 与吕洞宾一同下界 明日五十三刻 及时参加盘桃大会 吕洞宾满肚子的抱怨 这么点小事 还派人来监视我 啰里啰嗦的真凡人 汉中里巴基一下嘴 这可是王母的旨意 谁敢违抗 铁拐里也抱怨 要不是你沾花惹草 谁稀罕跟着你似的 你一言我一句的 三人就来到了南天门 三人大摇大摆的 就想下凡 结果被守门天将给拦住了 吕洞宾气势汹汹 二位老师傅 请把门让一下 老师傅压根不给面子 你们可有通行证啊 汉中里赶紧掏出了 王母娘娘的御址 但是把门的却说 你们就这么出门吗 吕洞宾捋着胡子 难道还有什么讲究不成 几位很少出门吧 难道一点礼节都不懂吗 汉中里点头哈腰的 上先我们都是些赛仙 有什么不周的地方 还请多多关照 把门的一瞅 这家伙挺谦虚 就给他指点了一二 我们这些把门的辛苦得很 人间有啥好吃的 好喝的也轮不到我们 知道了 不就是带点土特产吗 你这是吃哪卡药 我向王母娘就举报的 那才谢谢你了 我正想让他老人家 把我也发下戒去 好好的开开眼界 汉中里赶紧拦住 暴躁的两位 上先息怒 一切都已上先 上先呢 十七天前下 反转式的荷花仙子 现在在什么方位啊 还没等天将把话说完 傲娇的吕洞宾就说了 反正咱们有的是时间 下去慢慢地找位 这么大的胖子 还看他脸色 说吧 吕洞宾和铁拐李 就下凡去了 汉中里粗中有戏 嬉皮笑脸的 给天将道歉 不就是礼品吗 包在我身上 一听这话天将乐了 还是老人家有见识 下街神州东南方向 有罗浮山一座 荷花仙子便是朝这去了 至于投胎 荷家我就不知晓了 随后 天将又告诉汉中里 你们是先 三仙在凡间功力会减半 而且你们必须要 在盘陶会之前 赶回罗浮山等候天将 若是于时 三仙便会流落人间 别看他们跑得快 我一定赶着上 你还别说吃得胖 还真是有好处 三仙刚来到凡间就遇到了 一个疯疯癫癫自称是半仙的家伙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并且还自我介绍 我是半人半仙 你看你们是神仙 我就差那么一点是真仙 所以我就叫半仙了 你看你风流潇洒 身背长剑 一定是吕洞斌 好 现在你手拿宝剑 你是不是吕洞斌 不是 对啊 所以身背宝剑 也不一定是吕洞斌 你看他那么胖 又拿把扇子 那他一定是汉中离了 现在我手拿扇子 我是不是汉中离呢 不是 对啊 所以他手拿扇子 他也不一定是汉中离啊 你看他主个拐 肯定是铁拐离 铁拐离也不废话 一拐棍下去 就把半仙给打倒在地 那么吕洞斌三仙能够找到 荷花仙子的转世吗 好了没有了 喜欢大牙的朋友 记得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见